各位親愛的小老弟老鐵門哥來了 那這一集呢我們來看這個航海家 Pelicon這個Voyeur這個 嗯...小老弟說他有看到毛邊 那我也來看一下 那的確是有 可是我必須要跟各位解釋說 他這個殼他其實他的品質是做得很好的 他其實不是... 我去檢查了一遍 他其實不是做壞掉 他說的這個小老弟的毛邊應該是這個 哇...你這個眼睛那麼厚 那你看像這邊我有處理過了 他這個毛邊我跟各位講說 他這個殼其實如果你不要很那麼在意 你去摸他這個 他的其實不會刮手 那我跟你講說他這個是什麼東西好不好 你看這個摸摸的 我這邊已經用刀子刮一刮 他這邊就比較乾淨了 那他另外這邊也是 我發現他是在這個周圍 對...下方的話是完全都沒有 只有在這個... 呃...就是按鍵的這附近會有這種 好像...你看起來好像摸摸的 一直在上面 那我等一下跟你講說這個是什麼東西 尤其是左邊這個... 因緣件這裡 哇...你這個眼睛這麼厚 一直到上面這個...稍微一點點 那我剛才仔細在看啊 我覺得他不是做壞掉 因為我在摸他這個毛邊 他是...這個毛邊是很規律 整排都是一樣的 那我仔細來看他應該是在這邊 他是有...他在這邊有做一個那個... 用給你們看喔 他這個殼其實是很厲害的 他有印那個...不知道是不是...他銜接處有印這個 不知道是...銜接處有這種防...防滑還是防什麼 所以你看那個...毛邊的那一個觸感喔 就很像這個一點一點的這種... 我覺得他是在這個交接處他有做一個這種...強化的這種...點點的這種...我覺得應該是銜接而印上去的喔 所以他應該是銜接的部分一直從這邊一直覆蓋下來 所以他這個...你們看到這個鋸齒狀這個喔 他是...他這個材質跟下面這一塊印的材質是不一樣的 他有點像那種...薄的塑膠...薄的塑膠質喔 所以他在摸起來不是刮手的 那這個你要怎麼處理...你就是... 你就去拿一隻這個...你就拿一隻這個刀片喔 或什麼...那他這個材質是很硬的 所以你不用擔心他會壞掉 所以你就是...我做一次給你們看 你們看現在這邊是不是有這種毛 我這邊已經處理過了 你看這邊已經不見了 這邊已經沒有了 這邊是你說的這種毛邊 但是我覺得這個是... 我覺得這個還好耶 你如果真的覺得看不下去的話 其實你沒講我也不知道 那你看不下去就是說 我拿這個刀子啊 我們現在把它刮掉 你就是沿著這個縫隙齁 不是縫隙啦 這個交接處 而且你去刮其實他不會怎麼樣 因為...他這個材質是蠻... 甚至你自己去刮的時候 他這個材質也不會怎樣齁 看一下齁...那你可以大力一點喔 因為我現在還蠻小力的 你大力一點就可以把這個... 你大力一點就可以把這個... 我試著把它刮起來齁 那這個...你們覺得這個...摸摸這個東西 我剛才已經有刮一邊了齁... 像是可以刮得起來 有一點像那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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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糖果紙那種... 糖果紙的那種... 糖果紙的那種感覺啦齁... 糖果紙...來...我們再刮一下... 然後它是...其實它是可以刮得起來的... 等一下... 那因為它這個材質很硬啦 其實你去刮它... 老實說啦...它...它不會... 它不會怎樣... 它不會有刮手耶... 不會有什麼的感覺... 它只是... 只是... 只是說我這個刀子不夠力啊... 這個刀子不夠力... 等我一下齁... 這個刀子可能要力一點... 等我一下齁... 處理一下齁... 因為它這個... 它這個... 分比較細微... 等我一下... 它這個刀子不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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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遇到問題就處理就好了 這沒有什麼太大的 沒有什麼太大的難度啦 好不好 我們就是專門在處理這種 很奇怪的事情 你看看 就是在上面這一層 就是在上面這一層 黏的有稍微比較緊 所以你就刮下去啊 看有沒有 那小碎屑 小碎屑在這種 一刀未剪啊 刮給你看啊 把他上面的刮掉就好啦 看不慣就把他刮掉啦 你看這個小碎屑啦 那你說我這個會不會受傷啊 不會受傷啊 你這 戰車殼耶 他這種血透的你基本上是看不出來啊 你看我現在在刮就有那個小碎屑 那個就是你最 你覺得說什麼毛邊啊 但是我覺得還好 還好 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你就是用力刮就對了 用力刮它就會掉了 沒有什麼事情 就是來刮給你看 刮給你看 刮給你看 這刀子不夠力啊 刮掉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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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刮掉一些些啦 摸起來也沒有怎樣啊 老實說你不會去摸到這兒啦 來 來 但是我覺得你們這樣的反應是很好的 因為有時候你看不過 看不過你就想要把它刮掉 這樣要不要 要刮掉我們就把它刮掉啊 但是我看這個不是那種做壞掉的 一般做壞掉的不可能這個毛邊還那麼的整齊啦 一般做壞掉的是還蠻慘的啦 你說這會不會刮傷 你刮傷也看不出來 因為它這個材質 比這種北貝的材質 你真的看不出來 等一下啊 再處理一下我們一刀未剪啊 這件車卡這個沒關係啦 這個戰車殼 不要管啦 你就是給它用力的 用力的給它刮下去 因為它是戰車殼 這個 再摸也還好 等我一下 那好了哈 我們就是慢慢地處理它 因為現在在鏡頭後面 然後做起來比較不好做 阿這種齁 我覺得他這種殼 他的設計比較複雜 比較複雜 有這種 而且這摸起來也不會 也不會刺刺的 那這樣應該可以了吧 這樣應該沒什麼毛邊了吧 這邊還剩一點點 他應該是一種磨 他應該是印那個磨下去的時候 連旁邊這邊都印到了 所以你會看起來好像毛邊 可是一般做不好的 他的那個 現在怕的不是說這種整片的 怕的是說他做起來那個 形狀會鋸齒狀不規則 他就不會 你看我現在刮完 刮完他不會有太大的影響 你根本不會去看 來 這邊擦乾淨 你刮完你這個再摸 也不會怎樣 就是把它稍微用刀子刮一下 這邊還剩一點點 你看其他這邊已經不見了 他就是在這個 看不下去 我們就把它處理一下 看不下去 那你們這個反饋是很好的 你覺得這邊有問題 我們就把它 處理 但是以我來覺得 我刮到旁邊 夭壽 你要刮要小心 我就刮到旁邊了 你就把這樣子刮一刮 然後把那個 殘餘的把它撕起來 然後整體你來看 也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他這邊有做這種一點一點的啦 不知道你們看不看得清楚 我猜是他是在做這種一點一點的那個塗料 所以塗上去 他等於說 那個防護 把它卡中了 所以 所以會有那一個 他其實這個品質都是很好的 你們其實不用擔心 看我現在刮一刮 就不見了吧 這樣應該不見了吧 要刮那麼久 他剩哪邊 還有哪邊 上面嗎 你說 這邊一點點 這一點點看不出來 這種看不出來 他這種做工 這個品質 要不然你說這種嗎 這都一點點而已 他這個好像是那個塗料 他把它這樣繞一圈 有點像那種 防水的塗料 還是 不知道是防水塗料 就是那種膠 可是 他這個不是 不是做壞掉的 那種 這不是一種品質不好 有那種品質不好的 他是那個形狀是 就會做壞掉 可是他這個不是 他這個就是 他只是那一個 好像說有一根 有一層那個膜 這種其實都是可以在我接受範圍 另外這一邊的話 另外這邊比較少 可是 就是有一點點這樣子 虛虛的 他這個虛虛的 這個也沒關係 等一下我們這邊也處理一下好了 把這邊 刀子稍微這邊這樣刮一下 這一集 這一集我們就是刮刮熱了 刮久一點給你們看 你看刮掉就 刮掉就乾淨了 我倒覺得這個不是太大的問題 不是 不是什麼品質不好 如果你真的要吹毛球 就是我們要百分之百的工 你搶什麼不行 照理說不能讓我們去刮 可是因為我們玩渴很多的話 就是我們會覺得這個 他這個是在我可以接受放 因為他這個不是 他這不是什麼壞掉或什麼 因為 有的是瑕疵 比如說這邊有刮傷破掉 或一些什麼很奇怪的 我就會去反應 可是這種的是他這個膠接觸 我覺得他好像有一層膠啊 他這一層膠可能印太出來 所以他這層膠印出來 是其實都非常平整 他這層膠弄出來是蠻平整的 不會說 他至少整排都是這樣 他不會說 在這個 在這種框的旁邊 你看我現在這樣刮一刮 應該很乾淨了吧 這個其實你用小刀去刮就可以了 那我甚至覺得你不用刮了啦 這個 他這個真的 你真的看不出來 看不大出來 那這種殼就是 你今天會裝 你今天會裝Pelikon這個殼啊 我跟你說 這個殼就是戰車殼 這個就是隨便把它亂弄的 這個殼就是我如果今天要裝這個殼 我就是會 亂撞亂弄 所以他損傷或什麼 我就不太管他 所以有一點這個 我現在這樣子用應該 小老弟你這樣 我這樣做 會不會 你會不會看起來更好一點 這邊好像還有一點點 那因為我們身為這個 你既然有疑問 我們就做給你看 那這種殼我是覺得 像我的話 這種殼我就會把它亂弄 我把它弄得很髒很亂 也不是說很髒很亂 就是 反正這個殼就是戰車殼 你今天會買這個殼 第一個他有可能會很多刮傷以外 很多的灰塵 很多什麼 但是他就是三房 我就是要用他來 來做三房殼 這一集可能會比較久 因為我要把這個用 用乾淨一點 你們會比較 因為你們這小老弟 你們現在 你們這真的 越來越厲害 看得很清澈 我還沒有注意 我當初以為那個是他的設計 那個 有鋸齒狀 還是他的設計 結果讓你們發現 那是殘焦 既然大家都那麼緊實 我們這一集就是一直拍 拍一直刮 我刮得很乾淨 我不管了 我就把它刮乾淨為止 看起來不舒服 我就刮 這樣會比較好嗎 這樣會比較漂亮 這邊還有一點點而已 奇怪 這個一點點才是在哪裡 白白的 我們把它刮起來 這邊一點點白白的 我們把它刮起來 這個白白的我覺得是 這是 吼吼吼 原來在這裡 來 還是在這裡 好 等我一下 我們這種強迫症 變發了 我們就一定要把它處理起來 好 啊 哈 吼吼吼 吼吼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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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吼吼 啊 吼吼吼 吼吼吼 這樣可以嗎 小老弟 這樣子還可以接受嗎 他這個 他這個不是 不是做空不好 我覺得是他印這個網點 你有看到這邊有網點嗎 好吧 那我今天就處理了 你就拿一隻小刀 當然你們看那麼仔細的 也對啦 這個 啊都桌子上都屑屑 擦一下 對啦 這種殼一個 兩千多塊 你們當然是要看仔細一點 再給你們看一下說 他這個邊 其實他這個做工是都做得非常好 他這種硬塑料 啊你要想啊 他做這種密封的 我覺得做這樣 已經是非常厲害了 已經非常 我現在都照很近 那只是說他現在這邊有一個這個 他做這種 我不知道你們看這個交接處 那可能是要防灰塵 防水 他就多做一層 你一般的殼啊 你一般的殼不會做這樣了 交接處不會做這種網點 那我覺得他是做這種網點 一直這樣覆蓋上來 一直覆蓋一直覆蓋 覆蓋上到上面這邊 所以他 他連這個側面都覆蓋到 所以你這邊會有這種 就是有一點這種虛虛的 那你看上面這邊就沒有 因為上面這邊網點他可能這邊 又做的稍微好一點 所以這邊都沒有 那可能側面這邊他比較多 但是你看我這個都用小刀磨掉了 基本上都看比較不出來了 尤其是這邊我都磨得很乾淨了 基本上應該這樣可以接受吧 你們拿一隻這個小刀 利一點啦 我這隻小刀 嘖 不利了 你利一點的話這樣刮 就在這個刮一刮就掉了 把它刮掉就好 我是覺得不用刮啦 因為你這個殼 就這樣用就好了 這個三房殼 這就是要隨便亂弄的 這一個是5.5米的 這個我非常推薦 我超喜歡這種白透的 很漂亮 就今天這一集就是這個航海家 就把它搞定 沒有什麼太大問題 就都特別拍這個影片 好吧 那今天這一集就到這囉 好